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定的惊悚哥 这里是专注讲众口惊悚片的第二频道,惊悚哥的粉丝窝窝 今天继续咱们的夺婚剧系列 在前七部中,数据获得的门徒们一直用死亡游戏考验人性 数据死后,霍夫曼贝利特的理念,成为嗜血杀人狂 结果被隐藏的数据门徒一声戈登,关进废弃卫生间等死 死亡游戏就此,在世间消失 不过,在数据死去十年后,死亡游戏居然又一次神奇出现了 难道是数据老爷子没有死吗 读婚剧第八不开始,警方正在围追堵截开车逃寸的嫌疑犯爱德加 爱德加驾车压过警方设置的路障磁丁,车态全爆 车子打滑,狠狠撞上一辆警车 爱德加慌张下车,亮亮枪枪跑进不远处的飞机工厂,并向楼顶逃去 众多警察在后面紧追不舍 爱德加跑到楼顶后,看见一个X的标记,马上过去取下一个遥控装置 警察们随后赶到,将他团团围住 爱德加高举双手,近距晚分,声嘶力竭地喊道 我要见奥尔兰警探,我要告诉他有五个人即将死去 警探奥尔兰的确认识爱德加,曾经两次逮捕对方 得到消息后,他马上和搭档哈利赶到现场 问爱德加手里的遥控器是遥控什么的 爱德加却语无伦次地说,游戏开始了,我必须做出选择 是他们死,还是我死?奥尔兰听了一头雾水,就对同事们说 开枪打掉爱德加手中的遥控器,但不要伤人 警察们立刻开枪射击,遥控器瞬间被打得粉碎 只不过没有人知道,爱德加同时也出动了遥控器开关 而某处的计时器就此启动了倒计时 爱德加随后走过去查看情况,发现倒在地上的爱德加中枪了 他气冲中的质问,谁往他身上开枪的,但没人回答 爱德加则又说了一句,游戏已经开始了,随后就昏了过去 奥尔兰干净把爱德加送往医院治疗,医生检查后说 爱德加虽然性命无忧,但不知什么时候能苏醒 场景切换到一个农场房间中 五个人头戴只在眼睛部位流出缝隙的铁桶 脖子上还拴着铁链,靠墙坐着,昏迷不醒 片刻后,陆续有人醒来 发现自己的遭遇后又惊又惧 更让他们感到恐怖的是,自己脖子上的铁链连着对面的门 门上还都装着电锯 就在这时,房顶的扩音器中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而这个声音竟然是数据的声音 他对五人组说,你们的谎言给别人造成了极大伤害 今天,你们可以在这里得到救赎和自由 但必须忏悔,说出真话 首先,要用鲜血献计 无论献计多少些 头上铁桶顶端的红灯就会变成绿色 也就能逃出这间屋子 幻影刚落,五条铁链突然收紧 把几个人缓缓拉向对面开始旋转的电锯 此时,无人注意又私人醒来 看着前方翁坐下的电锯都吓坏了 轻机之中,还是一个名叫安娜的女子比较机智 她想起了鲜血献计那句话 决定试一试,就把手臂往前伸 果然,手臂被电锯割破间斜后 她头上亮起绿灯 而且铁桶也能拿下来了 安娜赶紧让其他两个人照做 两个男子将信将疑地如法炮制也成功了 尽烦女子卡丽则迟迟不敢下手 结果铁链一缩,她的后背贴上电锯 还好安娜眼急手快,把她拉了回来 卡丽下的哇哇大叫 不过背部被划破,总算也完成了血迹 接着,献出鲜血的四个人面前的门都开了 他们被铁链拉接了一个屋子 而第五个人,这时才苏醒过来 安娜好心地提醒她要掀济鲜血 但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男人被拉向电锯,没能通过这一关 场景切换 一群路人看着眼前的过街天桥露出惊恐的神情 原来桥上挂着一具尸体 尸体的头上还带着铁桶 而铁桶看上去和农场无人组中带的一模一样 尸体随后被送到警方停时间 由于尸体头上的铁桶拿不下来 法医洛根只好把铁桶锯开 结果尸体的头颅也被锯掉一半 洛根仔细检查 发现尸体上竟然有数据的标识 奥尔兰对此感到难以置信 因为数据已经死去十年了 接着,洛根又从尸体上找到一个U盘 上面刻着字,还有四个 而U盘里有一段录音 在录音中,一个苍老的声音说 游戏开始,直到所有的罪孽得到救赎后才能结束 接下来还有四个目标 奥尔兰听的寒毛直述 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数据的声音 马上把U盘拿去做声音识别 画面回到农场中 无人组只剩下了四个人 在第二个房间中 数据标志性的玩偶出现 身上挂着录音机和一张纸 纸上写着忏悔 就在四个人静一不定时 脖子上的铁链再度收紧 几个人吓得惊声尖叫 拼命拉拽铁链 紧要关头 反应最快的艳是安娜 他大声说 我们要忏悔 于是黑人男子米奇率先开口 说自己曾经卖给一个小伙一辆摩托车 可是小伙骑摩托离开后十分钟就出了车祸 第二个忏悔的是安娜 他抽气着说 丈夫睡觉时不小心压死了孩子 因此被警察带走 他和丈夫的婚姻当然也破裂了 这时米奇想起玩偶身上挂着录音机 他灵机一动 用力扯下录音机 四人脖子上的铁链就此不再收紧 几个人都松了口气 安娜抬头一看 发现铁链一端连在房顶上 如果铁链一直收紧 他们最终会被吊死 突然 胡子男惊叫一声 原来房顶弹出了三个针管 上面表有不同数字 接着 米奇按下录音机 数据的声音再次响起 他说 你们几个人中的卡丽是骗子 也是贼 他曾偷了一个女人的包 对方跑过去追她 结果哮喘发作 可是卡丽没有救人 选择袖手旁观 最终那个女人不幸死去 在你们昏迷时 我为卡丽注射了毒药 现在 你们看到的三个针管中 一个装着解药 一个装着无害的混合盐水 另一个装着致命的强酸 如果卡丽能选对针管 把解药注入体内 就能解开你们脖子上的铁链 否则 你们四个人都会被吊死 录音播放完毕 周年男瑞恩 马上把三个针管 跌到卡丽面前 让他快选 可是卡丽犹豫不决 不知该选哪个 突然 他看到针管上的数字 3.53 猛地想起 当初偷哮喘发作的女人的包里 就只有3.53美元 可是 尽管想起了往事 卡丽也许是太过于恐惧 仍然不敢做出选择 这时 铁链再度收紧 众人被吊在空中 荡来荡去 命悬一线 情急之下 瑞恩干脆把三个针管 都插在卡丽脖子上 这一招还针管用 铁链瞬间断开 四人掉落在地上 不过由于卡丽体内注入了强酸 脖子 眼里开始不停流血 她痛苦难当 不停惨叫 片刻后 卡丽倒在血泊中 停止了呼吸 而体内竟然仍有鲜血涌出 另一边 警方已经确认了 头戴铁桶的死尸 是烂毒鬼尼尔 5年前 由于尼尔欠债 连累自己的妻子 被债助残忍地杀死了 同时 优盘中录音的声音 也完成了识别 证实的确是数据的声音 这一发现 让警方众人不寒而栗 为什么会听到 死去十年之久的数据的声音 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真相 视角重新回到 进行死亡游戏的农场中 卡丽死后 余下三人又进入一个房间 刚进门 房门就自动锁上了 瑞恩赶紧跑到窗边 看能否有死逃出去 结果发现 窗户被牢牢汗死 根本出不去 接着 安娜问瑞恩 你有什么罪过呢 瑞恩轻描淡写地说 诈骗 贩毒 逃税 还有很多别的罪行 安娜听后忍不住发起牢骚 说孩子被压死都怪我丈夫 我并没有错 为什么要因为他的错误 而在这里受到惩罚 瑞恩没有心思 听安娜发牢骚 四处打量 小寻找出路 片刻后 瑞恩抄起地上的一把铁锹 想打开一扇被锁着的门 米奇间装大惊 马上过去阻止 说门上写着 不是出口 我们打按照游戏规则来 可是瑞恩的酱脾气上来了 说什么也不听 还是用铁锹去翘锁 结果裁锹一下 机关就启动了 瑞恩的一只脚陷入地板中 被下面的金属线紧紧缠住 瑞恩感觉到金属线越泪越紧 吓得魂不附体 米奇和安娜则撬开身旁地板 往下面看去 发现除了困住瑞恩的机关 地板下面还有个录音机 米奇小心翼翼地拿起录音机 播放录音 熟悉的声音又一次响起 对他们说 如果不遵守游戏规则 就会受到惩罚 如果想恢复自由 就要拉动地板下的一个操作感 画面回到警方这边 他们又发现了一只尸体 而这具女尸被强酸腐蚀的血肉模糊 舌头上还有数据的标识 奥尔兰在开始对法医洛根的女助手莉莉 产生怀疑 因为她留意到 在发现女尸身上的数据标识时 莉莉显得格外兴奋 农场里的死亡游戏还在进行 虽然通过录音得知 拉动地板下的操作感就能恢复自由 但瑞恩不知道会为此付出什么代价 她担心这又是一个陷阱 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就在这时 房间里的灯灭了 可是两人刚取下 循环在空中的遥控器 骨舱门就自动锁上了 两人胆战心惊的暗动遥控器 电视屏幕中出现玩偶的形象 与此同时 外面瑞恩脚下的小屏幕中 也出现了玩偶形象 接着 屏幕中传出熟悉的声音 说只有瑞恩拉动脚下的操作感 才能救出骨舱中的米奇和安娜 否则安娜和米奇必死无疑 可是 如果瑞恩选择救人 她就要付出代价 这段话说完 安娜和米奇前的屏幕中 换成了瑞恩的实时监控画面 而瑞恩脚下的小屏幕中 也在显示安娜与米奇的实时画面 下一秒 骨舱上方突然有大量鼓倾斜而下 安娜和米奇眼看就要被活埋 惊恐万壮 大声向瑞恩求救 可是瑞恩内心挣扎 一时拿不定主意 是否要付出代价救人 视角切换 奥尔兰找到法医洛根的女助手莉莉 问她在第一具尸体死亡时间段的行踪 莉莉镇静地说一个人在家 奥尔兰又去见洛根 说莉莉经常上数据的粉丝网站 然后问洛根 莉莉是怎么来这里工作的 洛根说 莉莉曾经有份试检工作 可以成为法医 但她主动要求到这里实习 听了洛根的话 奥尔兰对莉莉愈发怀疑 接着 见证科传来消息 说第一个死者尼尔 指甲里的血液样本检测结果出来了 奇怪的是 血液并非尼尔的 而是另一个罪犯的 而在听到这个罪犯的名字后 奥尔兰和搭档哈里都吓了一跳 原来 尼尔指甲里的血液 竟然是已经死了十年的数据的 场景转换 回到农场 安娜和米奇的大半截身体 已经被埋在谷物中 但两人上方 雨点一般的谷物竟然消失了 可是 就在他们松了口气时 突然又有刀片 锯片等各种力气从天而降 一时间显向还生 安娜和米奇下的面无人色 再次大声向瑞恩求救 瑞恩听着二人的惨叫 闭上双眼 满脸纠结 几秒钟后 她终于下定决心 一咬牙 用颤抖的手 拉动了下方的操纵感 锋利的金属线 瞬间切断她的小腿 扔疼痛难忍 发出惨烈的嘶吼 不过 骨仓门也打开了 安娜和米奇赶紧逃出来 画面转换到法医洛根这边 下班后 洛根跟女助手莉莉去了酒吧 洛根提醒莉莉 说她已经被尔兰盯上了 还说自己对尔兰的印象很差 因为尔兰极度缺乏自制力 莉莉则坦言自己撒谎了 因为第一个死者尼尔死亡那天 她并不在家 而是在自己的工作室里 洛根听了觉得很奇怪 竟然是在工作室 为什么不能实话实说 莉莉留作私存 带着洛根去了自己的工作室 到了工作室 洛根才知道 莉莉为什么要撒谎 因为这里有很多数据设计的 机关的复制品 看来莉莉还真的是数据的忠实粉丝 莉莉还颇为得意地 向洛根介绍一个大型机关 说数据在设计这个机关后 从未使用过 是有人在他的实验室 找到了设计稿 在传上数据粉丝官网 自己根据设计稿 亲手制作出来的 莉莉还说去警局实习 也是想见识各种离析死法 洛根听了呆住了 而他和莉莉都不知道 奥尔兰的搭档哈利 也跟踪他们到了这里 并且把工作室里的情景 都偷拍下来 奥尔兰看到哈利偷拍的照片后 认为洛根和莉莉的嫌疑都很大 很有可能在模仿数据的犯罪模式 甚至可能两人是共犯 接着 哈利说局长想挖出数据的尸体 向外界展示 因为连续出现两具 带有数据标识的尸体 让民众极为恐慌 舆论开始猜测 数据可能并没有死 奥尔兰觉得展示尸体的做法 太过荒诞 但既然局长下令 也不能拒绝 就让哈利去办这件事 自己继续研究 法医洛根的档案 片刻后 他接到电话 得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消息 原来 影片开头被枪击的嫌犯艾德加 一直在医院昏迷不行 但刚刚负责看守的警察发现 艾德加居然神秘失踪了 另一边 断腿的瑞恩 因嗜血过度而昏迷 安娜和米奇 干净把他包扎止血 然后把他带到下一个房间 突然 屋里一辆汽车的车灯亮起 米奇上前查看 发现藏在引擎盖中的录音机 就在他按下播放节的那一刹那 地上的锁套机关忽然启动 把他丢到空中 而在他下方 是一个专有刀片的大型机关 机关朋友一辆摩托车 接着 录音中传出熟悉的声音 对米奇说 你承认 曾经把摩托车卖给一个小伙子 但没说当时 向对方隐瞒了 刹车失灵的事实 导致对方因此遭遇车祸身亡 而那个小伙子 就是我的侄子 你眼前的机关 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有一辆你卖给我 侄子同款的摩托车提供动力 但这辆摩托的刹车没有问题 机关最下方 有刹车手柄 只要拉动手柄 机关就会停止 花音刚落 摩托车的轮子开始旋转 带动如同搅入机般的机关 也跟着旋转起来 米奇则会慢慢向着机关放下去 眼看自己距离刀片越来越近 米奇下的魂不附提 大声向安娜求救 安娜集中生智 抄起一根铁棍插到摩托车里 车轮随即停止转动 可是危机很快再次来临 摩托车的轮子又转了起来 而且由于车子满力太大 直接把铁棍崩断了 米奇自知性命不薄 发出凄惨无比的叫声 下一秒 他被刀片切得血肉模糊 就此死去 旁边的安娜则被剑得浑身是血 视角切回到警方这边 威兰扶民众 当着众多记者的面 哈利带人挖出了数据的棺材 但他万万没想到 打开棺材后 里面的尸体居然不是数据的 而是刚刚从医院失踪的艾德加的 艾德加的脸上 同样有数据的标识 得知这个消息后 奥尔兰头大如斗 想不明白数据是否真的没死 只好先抓不乏与女助手莉莉 他带人闯入莉莉的工作室 可是没看到莉莉 却发现了又一具尸体 这具尸体虚弱模糊 就像是掉进了绞肉机中 身上还有张字条 上面写着还剩两人 奥尔兰随即和哈利兵分两路 一个去找莉莉 一个去找莫根 哈利很快来到莫根家 要带她回警局 莫根没有反抗 没有逃跑 对哈利说 我怀疑尔兰才是凶手 哈利被这个大胆的猜测惊呆了 罗根继续阐述理由 说埃德加当初被枪击中 很可能就是尔兰干的 因为就是他下令开枪的 还说尔兰是黑警 哈利是内务部派来调查他的 接着 罗根说让我去解剖埃德加的尸体 看看他体内的子弹 和尔兰的手枪是否匹配 哈利的确是内务部派来调查尔兰的 而且觉得罗根说的有道理 就把罗根带回警局 让他解剖埃德加的尸体 罗根取出子弹 发现的确来自于尔兰的手枪 这下子哈利恍然大悟 认定尔兰是在贼喊捉贼 哈利随后去抓捕尔兰 喜情嫌疑的罗根则回到家中 可是刚一进屋 女助手莉莉就蹿了出来 吓了她一跳 莉莉兴奋地说 在仔细分析尸体上 沾着的各种东西后 正式案发地点是在一个农场 而这个农场 曾经属于书记前妻塔克 说完就要拉着洛根去农场 洛根不太想去 但莉莉说 这是证明他们无辜的最好机会 洛根想了想终于答应下来 不过 当两人开车出发后 因为没有找到莉莉 就在洛根家附近监视的尔兰 也启动车子跟了上去 场景谴换回农场 安娜撬开一扇门 刚好逃出去 突然 一个带着猪头面具的人出现 把她打晕 安娜醒来后 发现一只脚被铁链锁着 而在自己对面 瑞恩同样被锁起来 歇着 带着猪头面具的人走过来 摘下面具 令人吃惊的是 这个人竟然就是数据 安娜惊恐地喊道 约翰 你要干什么 显然她认识数据 还知道数据的真名 数据没理她 平静地对瑞恩说 你要为三个人的死负责 高中时 你曾在朋友的车上耍酒疯 结果导致车祸 你活了下来 却害死了车上的两个朋友 以及另一辆车的司机 事后你欺骗警察 把责任推到已经死去的好友身上 在这之后 你仍然不知悔改 做尽坏事 任听的无敌自容 哭丧着脸说 我错了 可是我想活下来 数据说 我也想活下来 但事实难料 当初 如果不是医生 把我的X光片和别人的弄魂 我的癌症 原本可以更早诊断出来 听到这里 安娜忍不住插嘴 我什么坏事都没做啊 数据淡淡地说 我们是邻居 我了解你的情况 你总说是丈夫压死了孩子 但事情是 孩子在婴儿床上哭歌不停 你忍受不了 冲动之下拿起枕头 就把孩子的尸体 悄悄抱到 淑水的丈夫身边 嫁祸给他 结果 你丈夫先是被警察抓走 死后又误以为 是自己害死青骨肉 精神崩溃 以至于进了精神病院 最终 他因愧疚自杀 现在 你和瑞恩 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另一边 哈利在奥尔兰家中 找到了重大证据 冰箱中保存着 制作数据标识时 从尸体上 切割下来的皮肤碎片 洛根和莉莉 也来到农场 但他们完全没有发现 奥尔兰一直在后面尾随 接着 两人走进一个房间 看到墙上有一排电锯 锯齿上还残留着血迹 这里就是 五人组遭遇的第一关 镜头回到数据这边 他拿出一把 只装一颗子弹的猎枪 对安娜和瑞恩说 想要活下去 您必须懂得 之前做的事情都是反的 然后举起子弹 说 这是你们通往自由的钥匙 说完 就转身离开了 画面一转 罗根和莉莉继续前行 莉莉坚称数据没死 肯定一直隐藏在暗处 片刻后 罗根看到了 杀死米奇的 那个装有刀片 流入绞肉机的开关 他马上想起 在莉莉工作室 见过这个开关 当时 莉莉还说数据 从没有使过这个截关 罗根大吃一惊 对莉莉说 你才是凶手 莉莉赶忙解释 说我只是崇拜数据 但我没杀人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 奥尔兰突然出现在 罗根身后 举枪指着他 罗根不甘心束手就擒 猛地转身 打掉奥尔兰的枪 莉莉升级逃走 奥尔兰马上还击 打晕罗根 随后去追莉莉 事假回答安娜和瑞恩这边 两个人被数据的话 弄糊涂了 不知该如何脱身 突然 安娜站起来 拿起裂枪 因为他觉得 既然数据留下了一发子弹 意思应该就是 两个只能活一个 瑞恩尖撞大惊 先是大骂 随后向安娜求饶 可安娜主意已定 根本不为所动 他举枪对准瑞恩 果断扣动扳击 可是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轻声响起 中枪的人却是安娜 原来 这把枪被改造了 一旦开火 子弹就会反向 击中开枪的人 看到安娜作茧自负 倒在血泼中 弃绝身亡 瑞恩这才明白 数据为什么会说 你们一直都作反了 接着 他又详弃数据说过 子弹是你们通向自由的钥匙 心中瞬间 升起不相预感 随即向掉在地上的 子弹壳砍去 结果发现了两把 已经损坏扭曲的钥匙 原来 数据把解开 两人脚上铁链的钥匙 藏在了子弹壳里 如果两人能够想通 就能一起逃出去 丹娜领会错误 竟然开枪射击 导致这两把要受损 无法打开铁链 瑞恩终于知道了真相 却已经太迟了 她躺在地上 仰面朝天 发出绝望的哀嚎 画面转换 奥尔兰正在疯狂追里里 突然 有人出现在她身后 用麻药针米晕她 奥尔兰醒来后 惊恐地发现 脖子上套着激光切割器 而洛根就在对面 脖子上同样有激光切割器 就在这时 数据的声音 从房间里的哭音器中响起 她对两个人说 你们是最后两名游戏参与者 如果坦白自己的罪行 就能活下去 60秒后 游戏会随机选择 一个人进行忏悔 当然 如果谁想主动坦白 可以按下自己面前的按钮 声音消失后 奥尔兰和洛根面面相去 眼看60秒就要到了 奥尔兰突然说 我坦白 可她按的 却是洛根前面的按钮 机关随着启动 把洛根向后拉去 洛根吓得抖入筛康 赶紧忏悔 说当初由于自己粗心大意 把数据的X光片 和别人都弄混了 导致数据的癌症 没能及时查出来 但为了治疗 虽然洛根如是坦白了 机关切割器还是启动了 机关闪过 洛根颈部血流如柱 几秒钟后 她躲在地上 不再动弹 奥尔兰本以为洛根死了 自己就成为赢家 哪成响 数据的声音又一次响起 让她忏悔 同时 奥尔兰博散的机关切割器 也亮了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 奥尔兰只好老老实实地 坦白自己的罪行 说自己干了很多 见不得人的勾当 收受犯罪贿赂 帮他们销毁证据 还诬陷无辜的人 作为替罪羊 奥尔兰坦白完罪行 激光装置果然停了 她以为捡回一条命 暗道侥幸 可是就在这一时 令她毛骨索然的事情发生了 已经死去的洛根 竟然再度站了起来 在奥尔兰惊恐的目光中 洛根缓缓拿下了 波子上的装置 再拿出录音笔 不放录音 而录音内容就是 奥尔兰刚才的认罪口供 原来 洛根波子上的激光装置是假的 身上的血也是假的 他才是一切幕后的策划者 而他这么做 就是为了拿到奥尔兰的认罪口供 接着 洛根拉开地上的一块破步 露出两具早已腐烂的尸体 并且对奥尔兰说出了真相 原来 五人组的死亡游戏 的确发生在这里 只不过 是在十年前有数据策划的 两具腐烂的尸体 就是死在这里的安娜和瑞恩 而洛根就是五人组中 没能通过第一关的倒霉弹 只不过 数据在关键时刻救了他 因为数据突然想通了 洛根弄错X光片 属于无心指示 成为数据门徒 十年后 洛根要通过一个 跟十年前一模一样的死亡游戏 拿到奥尔兰的罪证 就在奥尔兰放走的那些人渣恶棍里 挑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 也就是警方先后发现的三具尸首 洛根和奥尔兰 则是另外两位游戏参与者 至于影片开头 被枪击的爱德加 多年前 他害死了洛根的妻子 由于他是奥尔兰的线人 居然被奥尔兰放了 所以洛根制定了这个复仇计划 他先用软件 制作出数据的声音 再绑架爱德加 逼他去找奥尔兰帮忙 而在警察开枪打油空气时 他躲在天台上 趁机开枪打伤爱德加 后来 在解剖爱德加的尸体时 他偷偷把子弹 换成奥尔兰的子弹 并且把制作尸体上的数据标识时 取消的皮肤 放进奥尔兰家的冰箱 把所有证据引向奥尔兰 洛根还把之前储存的 数据的血液 抹在第一具尸体的指甲内 又偷走数据的尸体 把被他杀死在德加放进棺材 就是想让人猜测 数据重出江湖 而莉莉逃走前 看到洛根被奥尔兰打晕 也可以证明他是清白的 得知真相后 奥尔兰彻底绝望了 面目因恐惧而扭曲 洛根则不加思索地启动开关 随着激光闪起 奥尔兰的头被切开 身体也被切碎 看到奥尔兰惨死 洛根平静地说了一句 我为死者代言 然后关上门 头也不回地离开 至此 奥昏剧系列共八部 到今天已经全部结束完毕 接下来各位小伙伴 希望看什么影片呢 欢迎留言推荐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EUG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